有一个人 他在天堂的大门前 等着进天堂 这时候护法神正在看着他的功德部 看看他有没有功德 翻了好几遍 皱着眉头 说 我没有看到你做什么特别好的事情啊 但你也没做过什么坏事啊 但是为什么你有资格能够到天堂来呢 这个男人说 我一生不做坏事 也没做过什么好事 但是就是最近我做过一件好事情 有一次我开车 在公路上 看见一群流氓 攻击一名可怜的女孩 于是我下车查看究竟 没想到约有五十人左右 正在打这个可怜的孩子 我非常的气本 下车到后车厢 拿了一只扳手 朝他们的首领走过去 那个穿着皮卡克的大胖子 当我走到他面前 其余的人将我层层包围住 我用扳手把那个首领打倒在地 然后我转身对所有的人大喊 你们这群败类 不正常的动物 你们赶快放了这个女孩子 在我教训你们之前 都跟我滚回家去吧 护法神听到他讲到这里 非常的诧异 真的吗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那个人说 哦 这在两分钟之前 你们听得懂意思吗 因为他后来被五十个人打死了 所以他的魂就到天上去了 是这个概念 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一念善到天堂 一念恶下地狱 他虽然被五十多个人打死 但是他一生只要做成一件大善事 他就有可能进天堂 所以我们学博人一生只要不做坏事 哪怕做一件大好事 你的境界就会提升上天